女人随意的翻身 独自在家熟睡 但她并没有意识到 一个男人悄悄溜了进来 当看到阿伟的到来 万万没想到 女人竞变得十分热情 因为这个村里的男人都去当兵了 看到白白送上门的阿伟 村里的妇女们都非常喜欢 但天有不测风云 阿伟检查出了肺牢 从这之后 村里所有的女人都对她避而远之 这天 阿伟偷偷潜入女神的房间 看到小美已经熟睡 阿伟忍不住来到小美身边 等下了高速 可阿伟万万没想到 刚刚和自己温存的 居然是小美的母亲 眼看生米煮成熟饭 阿伟将计就计 向她表白 而这一幕 又正好被赶来的小美 看得一清二楚 阿伟刚想为自己解释 但看到小美嫌弃的表情 这瞬间让阿伟火冒三丈 她一把冲到小美面前 并将她扑倒 小美手忙脚蹬 拼命反抗 小美的母亲 自在一旁大喊着救命 吓得阿伟 起身就给了母亲一巴掌